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10月26号的财经急诊室 我是记者刘于晏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华信投顾的曾志祥分析师来我们节目 老师好 主持人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午安 好企业的财报不理想 冲击了美股昨晚重挫白点 不过今天台股收盘仅小跌15点 那为什么台股没有跌下去呢 那未来的投资朋友应该要怎么操作呢 是的我想在昨天的美股的部分 它呈现一个重挫白点的这样子的状况 那在道雄指数跌了100多点 那这个NASDAQ也回撤到了月线复兴的这样子的位置 其中尤其是费城半导体跌了1%以上这样子的幅度 所以说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呢 虽然说在今天的台股整个盘势之下 它虽然没有呈现一个跟随美股这样子的跌势 也有很多的中小型个股在经过今天的这样子的盘势 利空测试之下再继续的往上拉 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因为今天的台湾股市的一些中小型个股往上去做一个上攻的动作 就忘了昨天的台股有很多的中小型个股也是一样呈现重挫 所以在操作上面来说 还是一样要以比较稳定的这样子的角度来去看待 因为毕竟现阶段的内支跟外支 它采取的是一种两手的策略 比较偏向一个所谓人工盘的这样子的意味 那既然它是一个人工盘 所以你会看到加权指数最近已经连续第九个交易日呈现一个横盘的这样子的震荡 虽然说外支在过去的十一个交易日连续买超了十一个交易日 但是在观股的部分是过去的十一个交易日卖超了九个交易日 所以有些内外支这样子对坐的这样子的现象 所以我刚刚一开始才跟各位提到 不要因为今天又有一些股票冲了上去 就忘了昨天很多的中小型个股 是呈现重挫的这样子的现象 而第二个部分就是在接下来明天iPhone X 就要开始去做一个预购的这样子的状况 那这个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iPhone X基本上阿翔老师是非常看好的 但是很重要的几件事情我们要特别注意 第一个部分就是昨天的非诚半导体跌了1.27% 那投资朋友应该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最近Apple的股价似乎昨天跌不太下去 反倒是最近利多非常多的Tesla 昨天跌超过三个百分点 这边有一点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最近的Apple苹果利空非常的多 最近的Tesla利多非常的多 但是在昨天美股比较震荡的情况之下 反倒是利多非常多的Tesla 在做大幅度的修正 反倒是这个利空特别多的苹果没有什么跌 所以这是不是一个利空测试低点跟底部 逐渐跌不太下去的意味 那当然最关键的重点 就是要去观察 接下来iPhone X整个预购 跟首周的这样子的数字 那当然其中iPhone X的受贿的股票 包含了像是这个2317的鸿海 2330的台积电 3008的大力光跟2354的红准 那其他的部分2474的可乘 又或者是6269的台郡 这些整个受贿的程度相对来说 会比较低一些 所以说主要观察了几个重点的指标股 我们要持续去看 那面对这样子震荡的盘势之下 与其你这样子随便这样子到处追股票乱作 或者是做当冲背这样子多空窗扒来扒去 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 其实我们会建议所有的投资朋友 用一种比较安全的稳定的操作方式 来去选择现阶段的这样子的行情 因为如果说您既不想错失行情 又会担心现在买到相对比较高的位置 那自然而然就如同我们的建议 你去找找哪一些个股在低档 哪一些个股在底部 哪一些个股是低价 这种长期大底的股票 似乎是我们接下来有一些内支 正在逐渐运作的一些个股 举例来说像上次我们来节目当中 所谈到的像是1413的红州 或者是1457的一进 陆续都有向上表态的状况 那在今天像是钢铁 也开始有所向上表态的状况 那似乎我们又要注意到 另外一个曾经已久的营建股 阿翔老师怎么忽然谈到营建股 因为彭怀南央行总裁 已经谈到了一个重要的防水景气的 这个讯号他说这两天 他特别在利益咨询的时候 谈到了一个重点 说台湾的防水已经软着陆 那当然有一些内支 会因为这样子的这个思考方向 会去找找这些在低档底部 这个的相对营运 有时候一个改善的股票 那当然更多的一些机会 或者是更多的筹码分析 以及接下来iPhone X 会有什么样的更新的这个报告 又或者是第三季的季报 到底公布出来的数字是好还是不好 阿翔老师的这个Light都会陆续帮各位分析 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再举例像是 这2337的望虹今天EPS公布第三季的季报 EPS1.2 这基本上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数字 至于详细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就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 阿翔老师就容许在这个我的这个Light当中 我的Light的粉丝团当中 在陆续跟大家报告 iPhone X第三季的季报 以及接下来低档底部 这些有机会的股票 好我们谢谢曾志祥分析师 那也请大家持续锁定财经纪人士 我们下次见